好 前海基委董事長鄭文燦涉探案 桃園地緣今天重開基家庭 經過四小時停訊之後 裁定交保 我們現在來看到涉及的弊案 遭國民黨爆料不只一樁嗎 好 今天這個寶金是提高到一千兩百萬元 國民黨桃園市議員林陶 其實他就大力抨擊開了記者會 他指出質疑鄭文燦涉及的土地爭議 不只供武闊大案 記者會上揭露說 他指指桃園區小費稀自辦重劃區一案 他說當時市府當作公家的土地對待 給予最優惠單育 整合之前其實一坪是五萬元 然而土地交易價格後來漲到一坪三十萬 最終現在竟然一坪是九十萬元起跳了 那我們來看到建管處韓文地震局稱 計畫請依據桃園 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的 第20條自行審查 不過在疑點民間的自辦重劃 為什麼可以適用土方條例的公共工程來看待 這後方所牽涉到的土方交換金額 可能相當的可觀 林陶就此諷刺說 鄭文燦真的是點失成金啊 我們還獨家掌握到消息 民進黨內爆料有誠信信信大佬 會替鄭文燦跟建商來幫忙談錢 全程遭人錄下 到底過程中鄭文燦你的角色是什麼 這筆錢又有沒有黑吃黑 議員大動作開記者會 因為前市長鄭文燦爆發首會疑雲 之後議員在京報其中小快膝自辦重劃 以此也有官商勾結的情形 希望檢調繼續查下去 你們有多少人跟鄭文燦吃香喝辣 涉入了多少的土地案 你要不要講清楚 議員直指時任市長鄭文燦利用桃園區 小快膝的自辦重劃區炒房謀取利益 總價高達上百億 我們在議會就有提出質詢 那當時鄭文燦完全沒有做任何的處理 只說這些都是捕風捉影之說 國民黨發言人康靖宇還揭露 小快膝重劃區在民國101年 整合前一瓶只要15萬元 兩年後經過整合翻倍漲一瓶30萬 沒想到現在已經是一瓶90萬起跳 土地價值漲幅高達721億元 國民黨議員林濤爆料 參與購地的李鎮男就是現任桃園市議員 李宗豪的父親 李宗豪說土地刀賣出去前都不在重劃區裡 開酸林濤要專注市政 被點名的還有桃園市金發局前局長國玉信 他回應買地的時候並沒有任何報編或變更計畫 更沒有獲利千萬將要研議提告 雙方各說各話誰也不讓誰 看來鄭文燦的涉灘案才正要拉開序幕 記者綜合報導